本节目由美苏佳儿冠名播出 美苏佳儿致力于帮助宝宝不上火不便秘 加入芒果TV会员 每周二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彩蛋加更版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萌娃当家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爸爸在上一阶段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他有一些教育方式 我们就大开眼界 那这个星期他会有怎么样的出奇不异的方法呢 来 我们来看Ben吧 妈妈亲戚 如果非常满意请用称呼乖乖 如果表现及格请用称呼哈利 如果让人很老 请使用笨 乖乖 就是我平时用的那个 哎呦 哈利 好 来 一下 请 OK 你们自己玩好吗 我喊你哈利 你跑出来这么多 哈哈哈哈哈哈 原始我无非 对你不是哈利 我是哈利 你是乖乖的嘛 我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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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爸爸当家和子 我在这里 我有点怕 我问一下你哈 就是除了我们另外三个嘉宾里面 你最想像谁学习 应该是那个张老师吗 他笑什么 嘿嘿 我想的也是 他养孩子是我觉得非常有用的 配好也有因为他是很关系细节的 像我老婆 总会补一句 会带到自己老婆 然后小姐 像你 对对对 小姐 有点像我 但是她 她跟她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第一阶段我给我自己打70分 第二阶段我希望至少能够打71分 特别是看了其他三个家庭 三个爸爸什么培养他们的孩子 最大的是理解到了 李昌这么管细节也不是错了的 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说一下上个阶段吧 好 我要复看一下你的细节屏 我们需要一起看 去哪 去哪 天哪 好多 写了好多 真的写了好多 我觉得我该负责吧 这个是货布 我觉得不是真的不是问题 写的那么细了他会卡住吗 他说不是问题 我以后都负责 没有给淼淼及时他笔记 万怪我吃了饼干 这些一次抛价 买了玩具给他们 我当时觉得是乱买的 我不知道了就是好像是他当爸爸当的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没有先问我 你就直接去写了桥 好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不对 是我不对 终于认错了是吗 好不容易听到这句话 对 是我不对了 喂 再说一遍 这个是我什么 这个是我什么 哇 真的有进步了 这个是我都对 进步了好多了 好 好 那我进步 你还不是要进步对不对 我绝对是要进步 是我不对 我是应该先问你 确实是我不对 我没有做好 回顾一下那个仙女细节评 都是些小事 根本就 没什么好写的 我需要你 相信我 也需要你多一点 看到你的那个很漂亮的微笑 对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大家都会 超会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 需要你有时候就 稍微多滚一点 滚一点 滚上去 好 可以晚一点再滚回来 好 我希望她会 多放松一点 多相信我 会好好照顾孩子 如果她一直喊你我建议我 我不是全职爸爸 我是全职妈妈的助理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目标 是我老婆出去了 她回来的时候 房子是干净的 所有他们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了 她就会开始有多一点放心 我需要宣布一个事情 过来做 豆豆喵喵宣布过来 妈妈有话要说 就要不我出去找工作吧 你要出去找工作 找工作呀 这也很多年没工作了吧 对 好啊 你好高兴哦 我知道 妈妈想说你们劝我吧 不要去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有 改掉一个坏习惯 什么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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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改掉妈妈每天要睡很晚很晚 哈哈哈哈 五刀王里豆豆好像是 对呀 他们的反应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他们会是那种 哎呀你要出去找工作呀 你好辛苦呀 结果呢 我们无所谓的 你快点出去 工不工作不重要 你出去就行 哈哈哈哈 重点是出去 本相啊就是 反正我感觉 两个孩子没有那么连我了 哎呦哎呦 心碎了吃醋 吃醋 吃醋了 没有 那我准备走了哈 好 你去赚钱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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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 Love you too 结了婚之后就辞职了 然后每天都在围着厨房转 就感觉自己像个保姆一样 给他做饭啊什么的 就觉得自己的价值一下子就没有了 那种感觉 他既然当家了 那就没有人承担这个经济责任了 那我就可以出去找工作 去试一下嘛 至少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迈这一步了 两夫妻的分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谁呀 喂 听得见吗 喂 听得见 喂 张老师 好 我有一个就是给一个惊喜给李燦 就是 我们看那些视频发现了你们的房子好像没有我们这个这么乱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吧 是这样 我是把所有要穿的这些衣服和裤子你全都拿下来 重新给他排一下序 衣服和裤子分开放 能挂起来的衣服尽量都给他挂起来 然后呢 短袖按照不同的颜色 从白到黑分开 肥皂 哇 那么细节 我的所有袜子叠出来都是这种这种长方形的 哇 诚哥可以 哇 出个教程 后跟的这个位置呢 给它折一下 这样能保证这个袜子是一个桶形的 哦 这样的话呢 这个桶形你就方便把它袜子这样 一个正一个反 然后把反的放在外面 然后折出来的所有的袜子都是一个形状 都是这个形状 都是这种长方形的 这样的话呢 你就长方形 长方形 长方形 排一排 你就知道所有的袜子一目了然 就都能看清楚了 好 哇 诚哥 re spy 哦 你是这样学的 对啊 就是诚哥教理的 直接就这样 这你都要学了 学一下 你要学起来 好 好 学起来 是诚哥你自己的袜子吗 对 你袜子挺花呀 很细节呀 我们家怎么这么多袜子呀 本招几人非常的欣慰 你们线下开始互动了 非常好 互住起来啊 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 Let's go The house is really kind of messy 我的天哪 Clean the whole house so it's really clean so when she comes back she's very impressed What oh no 这真的有点乱 蒙了 这真的有点乱 这真的有点乱 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 他跟我说了怎么整理这些 哈哈哈 he said take everything out put it all yeah 哈哈哈 你真的是全部这样这样翻下来的呀 对 对 in a big pile 这个 好累 这个玩的挺爽的 你在干什么 不是要把这些衣服拿出来吗 拿出来但是这个是我要来做的事情 你要来做其他一个事情 请你过来 我们做完了你才说 nah 妈呀我看到这些玩具我都疯了 这里有点乱哈 我觉得 哇这个 这个好难说 哇这个要疯 这些 我是这样想的 哎呦 好多呀 你又把它拿出来了呀 干嘛 你都已经没有表情了 嗯 按照刚才 我那个朋友说的就是这样 你想让妈妈回来看到这些吗 我想你快一点把这些收了 啊 怎么收拾啊这样子 哇这个好难啊 啊 OK 刚才这个有很多小车 小车小车小车 奥特曼 奥特曼 然后这样的话你想玩奥特曼 你就奥特曼 你想玩小车 全都是小车 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是哦 方法 哦分类放 对它要分类的 车和车一起 哦 奥特曼和奥特曼一起 嗯 这样子好找一些 但是主要是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好吗 好 要整理得好 要考虑 妈妈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整个房子都是这样整理的 嗯 真的好一点 我等一会过来再看 哇这个真的有点多啊 难度太大了 我觉得我都干不动 是首先从心理视觉上就感觉 干不完的感觉 Winter Jacket Winter Sweater Winter Sweater Winter Sweater Summer Shorts Summer Shorts Summer Shorts 挂起来的就挂起来 小车车 奥特曼 变钱金刚 哇 做的好听话啊 他真的在走 是为了给我惊喜这个样子吗 对啊 你来 好美 这样可以弄一个通宵 对 要 那为什么做这么难吗 不干了 哪里难吗 我觉得你的衣服比我的玩就少 而且 哎呦 哎呦 哇 哇 你要负责的是你自己的东西 你去负责 Let's go 也有道理 是他自己的东西 哎 又是 卢西原神出来了吗 太多了 多多 你现在开始浪费我的时间 你跟我说你不想做这个你觉得有用吗 这是要加速 多多 不要这样牢牢牢牢牢 这不真的好难 嗯 我都觉得难 很大的工程 大人做都难 我打出来了之后觉得确实是有一点多了 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也是 是 也是 有什么 你不想做 算是要他做的吗 不要这样 谢谢大家 不要这样 我不要这样 我可是大蛤蜊 苗苗要捣乱 苗苗要做越乱 苗苗进去了就更难 苗苗可能太小了 我想看那个 我飞升更高 他要看汪峰啊 感觉是 是吧 你为什么要去 我们快点了 快点了 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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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什么 你的十分钟在出现 呃 你去做你的事 豆豆 来吧 苗苗在那儿看电视对豆豆是很大的一个那个什么刺激 因为玩去平时苗苗肯定也有玩 对 也是好 好享受 享受 好开心 我们有没有 超开心 自己给自己壮个胆 好可爱呀 回去了 我又要看电视 壮胆失败 跑了 主要苗苗在诱惑她呢 太大的诱惑了那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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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看了一眼她就很高兴 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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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骗过了你 来 跑了 你知不知道 知道了 Joseph 带到了 完了 一直看见了 他在干嘛 啊 Joseph Joseph Yes I'm just throwing a thing 哈哈哈哈 想起了我的小时候 哈哈哈哈 出去扔个垃圾 上个厕所 对 能偷懒就偷懒 能偷看就偷看 都原来都这样 哈哈 还没有弄好 不是 是还没开始 他有那么多 过来 你在那边 继续 这个火车 我们就放在旁边 这个人可以放在这里 这个铲子 放在那边 这个遥控器 遥控车 你看 这个是不是跟这个在一起的 你拿刷完就跟香瓶泥在一起 打开一点那个盒子 好 放在那个里面 还是刷和香瓶泥的工具 好准 那头的 搞手 对啊 你看你现在做了那么多 然后妈妈回来了 这个都整理得很干净 不止干净 也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他会超级爱你了 就继续 继续 加速 这个有点难 这个有点难 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有点难 就看不到头 压力好大 看到 嗯 Ben 你自己回看 你会觉得难吗 我当时就很快快乐乐的把所有的玩具倒出来了 然后一站起来回头看就做了一个伤 我就觉得有一点对不起他 说实话如果他能够完成这个 他应该是心里会觉得很骄傲 对 有成就感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很多遍 你这个做好了以后想找什么玩具都可以找得到 我唯一个觉得有一点后悔的事情 说我没有先拍照 然后做完了再给他看 before after 对 before after 我应该做了一个起点和终点给他看 是是是是 答出来了之后 我想了这个应该不是张晓晨的意思 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我在视频里面看到是他在为我做事情 他说把这些玩具收了 妈妈会更爱你哦 要的是那个心意 对 对 大家其实在看视频都在反映说 为什么淼淼不做 对是淼淼 其实可能我们Ben爸可能会认为他还小 是吧 对 其实我们要求是两岁到四岁 就一定必须要会收玩具 而且必须要会简单的擦桌子 这些就是基本的家务 但是刚刚Ben爸那个 就是我们在收那个玩具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真的不要去考验孩子 你今天一定要把它收完你就很了不起了 一定注意要分量 那个量绝对不是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我们能承受得了的 我都承受不了 我 放弃吧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看到Ben爸在放分类的时候就丢了 然后小姐还说好准的 说好准的 说好准的 好准的 所以我们就这些细节的小事情 就会让孩子觉得这玩具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骗碰碰乱扔 所以在扔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支离破碎的状况 所以好多家庭的一个玩具都是残缺的 对 对 但是Ben爸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他发现孩子不断地出去偷看卡通片的时候 他没有说他 他没有发脾气也没有骂他 对吧 他就回来坐着跟孩子一起坐了一段时间 这在我们成语里叫以身作则 就是父母一定是孩子的老师 对 第一任老师 我是自认为我好的习惯都是从我父母那儿得来的 因为我父母特别讲究 就是我上小学开始我就开始自己洗衣服了 等到周五 然后我要固定要洗衣服的时间 我会把我的袜子还有我的校服 还有我所有的脏的东西一起放在洗衣机里 我洗我的 按我洗的时候我会问妈妈爸爸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洗的 就是然后自己洗完自己晾起来 比如说红领巾一定要把它运的斩斩的 哦 哇 对 而且吃饭的时候也是 比如说如果父母坐在桌子上了 孩子手里比如说你在玩你在看电视 就是你马上要放下手里的货 嗯 去坐在 坐在餐桌前面一定要开始吃饭了 啊 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你们家就是这么做 习惯成自然 对对习惯成自然 我觉得蛮好的 看起来我也得把家务给干起来 要不然我的孩子 没有榜样哈 哎哎哎哎 来我们来看看李灿回家了接下来这个视频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是不是跟他现在在我们这个录影棚里说的那么云淡风轻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喂 哎 周杰啊 哎 呃 就是你们那边还有没有招聘啊什么的呀 有招聘 但是现在一般招的是在校的学生 我问你个事啊 我们银行没有边内的招聘 我可不可以去应聘呢 可以的 喂 喂 周杰 你在忙吗 我在哪里里里里 你有空没得要 我们一起出来吃个饭 啥 因为他本身他也是刚刚才生了孩子没多久 然后他就在投入工作了 他可以帮我出一些建议 我今天去就是试了一下找工作 好 就帮他分担一点啊 我还是有点没自信 因为做了这么久的全职 我现在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还要出事跑业务吗 可能是啊 应该不太好做吧 又没有人脉 又没有客户 要自己去跑吗 听我的魅力啊 我说了这个话吗 听我的魅力啊 你疯了吗 你疯了吗 哈哈哈哈 你现在肯定是选一个你有过经验的工作 比较好的 对 那就是那个销售行业 那那个时候你年轻嘛 大学毕业 你还有那个劲儿 你现在都 谢谢 36岁的人怎么了吗 老了吗 需要怎么样吗 我觉得正是很有活力的时候 正是有经验的时候 说实话 说得好 你接不接了吗 我觉得只要可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 只要有这个机会 就有希望 诶 嗯 喂 喂 怎么了 没有 你在哪里吗 我在吃饭呢 你不叫我 好 我就在看你在哪里 妈妈你看我 就好来评图 苗苗要你看她做好的评图 啊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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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怎么看 哈哈哈哈 哇 苗苗做得好好呀 哈哈哈哈 哎呀 随口就来 我必须的呀 那个是 那你什么时候大概回来了吗 你想要我什么时候回来吗 你随便你 随便我呀 那我吃快一点 你慢慢吃吧 哈哈哈哈 随便你慢慢吃 我要慢慢吃嘛 你到底想要我快一点 你随便你 你吃完了 不要加速 吃完了回来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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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拜拜 妈咪是快回来 快点 你都把她吓到了 一级警报 我必须要清理 厨房 我们今天要给妈咪 一个惊喜 好的 因为我买了 好 那就没法 你还没法 好 你再说 你要不要买到 我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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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买到 塞不进去 这个衣服怎么在地上 这个衣服 这个地上还有牛奶 所以你又要我来通厕所吗 不要生气 千万不要生气 Hone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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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工作怎么样 工作怎么样 你觉得呢 不知道 说明天有一个面子 你们怎么样 你检查一下 上次回家的状态 和这一次回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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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干净了吧 哎呀好厉害啊 这个是 我想去看玩具房 Dodo 今天把所有玩具 分离了 让我看一下 检查一下 我也好去玩具房子 妈妈 今天我把所有玩具都分离 老李 哇 哇 哇 都分离了 可以啊 Dodo 好厉害啊 我当时看到了我都很震惊 真的是 哦 可以耶 完美 哇塞 你在说玩具呀 你这么乖呀 哎呦 回到家里面的氛围 我觉得比较和谐 看着也挺干净的 也没有很乱 而且 Dodo 还正在疯狂地收拾他的玩具 我不知道这是他妈安排了吗 还是什么的 就感觉母老虎要回家了 你们快一点 搞快一点 那种感觉 自己的定位啊 很精准啊 标签 哈哈哈 哦 继续求职 Joseph let's go 好 好 在这里 来 来 来 坐下 Honey 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改一下这个 简念啊 这个怎么打不开 今天下午我本来想问你的 你一直打不开吗 哦 我明天10点钟有个面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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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现在工作是吧 对 有个留意的话 我加个微信 你可以不要给你一次 好 好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银行就跟我以前的那个工作有点像 你已经有面试 这个这个这个自我建立只是带在身上的他们已经有一个对不对吗 不知道 很棒 我很久没有找工作了我不太清楚 工作以外经历我要不要写一个生的两个儿子带了孩子呀 这不是经历吧 嗯 嗯应该 应该 应该放进去 辛苦的 多 我爱你 带了两个儿子 这就是一个经历我就要这样学 OK 好 好 我才不管他明天说什么我粉 就是这样的我带孩子 好好好 好好好 你写吧 我经常 这样子 是的 默默地观察 你说我面试我是不是要拿什么学历证书这些去 到他们现在网上是不是查得到啊 应该查得到 老板一看你在干嘛 你是来面试的吗 他就没事就睡觉了 做时候我觉得你做的一个 非常适合你的工作就是那种 叫其他人怎么样 你明天七八点钟就要起床啊 你去睡吧 好 棒棒棒 真的棒 挺有勇气的 去工作 其实挺有勇气的 你们觉得年龄 对于你们现在的生活来说 会是问题吗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年龄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我现在三十六岁 正当年 我有两个儿子要养 有能力 就是身体上面的能力 我们也行 然后老力呢 经过了二十几岁不太成熟的时候 现在已经有成熟的思想呢 也可以的 我觉得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家庭当中 我觉得是正当年的 你有看见一个细节吗 就是有朋友说 你能来应聘 但是会很累 对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这个活很累哦 你真的愿意干吗 他们说的很累 他可能是没有理解过 就是当了一个全职妈妈这么久 特别是带了两个儿子的全职妈妈 那种累的程度 他可能是完全理解不到的 所以他才会说这个很累 就是 他们没有干过全职 我就觉得全职妈妈也好 全职爸爸也好 我们去应聘任何工作 这个孩子都带得好 任何工作都不是问题 对 好运气哦 现在结果 果然是有经历的男人了 现在 有故事的 好运气哦 好运气哦 变巴你觉得会是问题吗 年龄 我比他大一轮 哦 在我的生活中 我经常 比如说我喜欢玩滑板 跟我一起玩滑板的 比我小 40岁 哈哈 还有我 我去打冰球的时候 我也是年龄最大的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 让我了嘛 因为 就看到啊 让这个老头去 说你老 哎呦 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心里有时候有怀疑 但是我对李灿一点也没有这样的 我看他做事情 在家里做事情 他以前的工作 他后来管理我们的那些自媒体的这些 他又是很用心又是很能感的 所以反正我觉得他决定了要出去 找任何什么工作 没问题 对 没问题 他经验够了 他可以理解怎么处理任何什么事情 所以我很相信他 我的焦虑是反向的 就是 我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焦虑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很多演一个角色 因为你太年轻了 你做不到 你领悟不到那个角色 他的厚重感 年龄层跨度很大的 他会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演员去演 因为成熟的演员去演年轻的状态 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但是一个年轻人要演出一个年纪稍大的那个状态 他演不出来 那个眼神他做不到 阅历啊 阅历 但是现在呢 我是觉得你改变不了的事情 你在焦虑 那说明你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 或者你现在要完成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太适合你现在这个年纪要做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找好自己的定位去做自己现在可以做 而且可以做好 视自己优势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更好 对 对 我反正跟魏晨有一点很像 我也是就是以前我30岁那会儿最焦路 嗯 哦 我是模特出身 大家都知道模特对于年龄的那个 那个保鲜度 对 但是更高了 我到30的时候那绝对是超模 超龄模特 超的一套 超龄模特还是用 然后我也是在30转主持人 但实际上要大家都知道演艺圈30你在想夸一个航班 那特别是女生 就感觉好像你这个岁数应该是一个成熟或者已经知名的艺人 但你还从新人开始干起 所以我其实是30岁最焦虑的时候 觉得自己啥也不是 也都已经混到30了 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后来发现 就我现在的感觉就是 就你年龄到了 你会发现看到一些你年轻时候看不到的风景 和看不到的路 对 所以更重要的是内心的那份信心 我还是可以的 你有那个信心你才能看得见 你没有信心你就会跟虾子一样 你就是焦虑在你的内心 你什么都看不到了 对 是吧 你是首先你有信心 你眼睛才真的足够明亮 你才能找到机会 是的 其实我觉得人生在世的每一天都是大好年华 那我觉得就像灿这种 比如说包括很多的全职爸爸或者全职妈妈 其实在走向职场的时候 我们就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就行了 不是因为年龄的问题 其实是任何年龄出去应聘都有悲剧的可能 对吧 我们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然后我觉得我特别欣赏灿有写下来说 我有在家里带两个孩子 我觉得非常好啊 对对对 是的是的 我也觉得 你写上会让佣人单位会觉得说你足够自信 一定是孩子带得非常好 对啊 而且呢 这个经验是很多的企业需要的 因为你太了解孩子衣食住行 起居啊 包括他的生理啊 所有的状况 包括了解孩子心理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为什么不写 但是我也想问一下佣人单位诚哥 我觉得是这样啊 这个是根据岗位来确定你的这个写还是不写的 如果你要去应聘一个银行的销售的话 我觉得对于你的这个岗位本身来讲 其实是没有增色的 所以我觉得再退回到张老师刚刚讲的说 那其实在考虑咱们要出去就业的时候 就要考虑清楚 我的优势是什么吗 是 我的优势就是带孩子 那就不要再去碰跟银行相关的销售的这些岗位了 对 我要更多的去考虑那我身上的优势 我可以怎么把它最大化发挥出来 那我可能就要瞄准母婴这个赛道 而不是再去回到销售这个赛道 我觉得建议都很实在 包括你的 就是你接下来要去哪个方向 对吧 然后你要怎么沟通 其实都很实在 刚才灿说的有一点特别的好 带过两个 而且是男孩 他们家男孩 带过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 其实有很多的优点 我们不妨在这个节目里头数一数 精力体力没问题 智慧 有智慧 有安排时间的智慧 还有处理危机问题 临时出现的各种状况 没错 耐心 养过孩子的学习能力一定在 换位思考 肯定都是半个心理学的专家 你知道吧 而且对于这份工作 肯定是珍惜 对 因为他机会也许没有那么多 他需要他会珍惜 这样的员工 到头了 天然花板 天然花板 啊 啊 啊 我觉得可以 完全可以期待 灿后面的这个表现了 好不好 好好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这 这一家呢 就之前都风格两地 哈哈 今天一开始录音 我就说了 就要终于在一起了 哈哈哈哈 太不容易了 对于两夫妻来说 有点心酸啊 哈哈 哈哈 网友见面了 这个星期我们 好像还没有在一起 是不是 嗯 是的 之前 对的 所以我们还要记录一下 他们风格两地 异地恋的生活 哈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诚哥的全职表现 哎 人呢 哎呦 诚哥哥 别躲了 诚哥哥 哈哈 诚哥 你要干啥 哥哥 你要干啥 哎呀 这 这不是 针对 上一阶段的 那个 你的表现吗 然后觉得还可以 但还有在 进步的空间 说可以叫 诚哥哥 哦 诚哥哥 哦 哈哈哈 针对上一阶段的表现 我觉得我要先采访 采访你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做的好与不好的地方 分别是什么 不好的地方就是过于追求这个事情 都按自己计划的来进行 万一有一点点的不如意就会有点难受 那自己做的好的 嗯 我觉得除了刚刚那个不好的 很想都做的挺好的 哈哈 哈哈 是我肯定 满脸正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觉得就是 最 让你记忆深刻的是哪位吧 或者你最想学习的 啊 我想想 我觉得 变巴巴 嘿嘿嘿 你们两个互相选 嗯 就是我想学他的那种乐天的精神 还有一直会有一些小的点子 能跟孩子互动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就是能抓到孩子情绪的这个密码 哈哈哈哈 然后来化解孩子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嗯 变巴巴 就是先欢声笑语是不是 嗯 错了 错了 我这两天去去去去去给家里弄了又添置了很多新东西新玩意儿 我把咱们的这个厨房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把西西的桌子安安的桌子都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安安的桌子我给你考虑的 哦给我考虑 方便以后咱们给孩子讲功课 你知道吗 不是方便我们方便你 就行了 哈哈哈哈 方便你就行了 没问题 孩子学习我报了 嗯 哎呀 学霸的自信 学霸就是不一样 说到做到 我跟你说 我真的特别特别期待 咱们一起搬到新家的感觉 太美了 真的 简直太好了 之后你和西西安安 我都安排的挺挺荡荡的 哎呀 听你说我都期待了 想着我们的新家就很幸福呀 哈哈 小表情 哈哈 开心的就跟个孩子一样是不是 对因为我自己亲手收拾的 然后让他呈现了一个这么漂亮的样子 然后所有的一切都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我就很开心 好的 一起期待哦 嗯 嗯 西西对家他臭的臭怎么样 气量的不太好 家里有小皮西梅泥呀 你可以给他吃这个 你不记得之前西西吃虎食的时候 好长一段时间也是拉臭臭困的 呵我把他给忘了 我这就拿一包去给西西吃 这一袋里边的膳食纤维含量 跟五颗西梅差不多 特别管用 记得多备点 小皮果泥呀 它的食材是来自欧盟有机认证的浓场 安全物添加 到时候安安吃虎食的时候也用得上的 嗯 但其实不是刚生完孩子的时候还害怕家里有新的东西 那个味道 嗯 嗯 其实是这样 当确定有宝宝了以后 我就要 要说要装修新家了 因为现在如果让两个孩子住在一起的话 三岁的应该要上幼儿园了 如果小的回来哭了的话 会影响大的睡觉 所以我说西西无论如何得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嗯 早上好 现在是 很开心 停下了 他在上睡 让他再睡一会儿吧 哇哦 那这做啥子呀 我搞了一个 我搞了一个 哎哟 我这不是在家没事 我说拍拍孩子 回来 我上拍西西嘛 回来 回来给霞看 教教我 怎么做 那我以后跟西西拍 你学着干啥 我要学啊 学了以后可以跟西西拍一下 让他慢慢看啊 看看他小的西西小的时候怎么样 怪怪 可以的可以的 哎呀你现在可以了 哎呦 现在 哎呦 让我先拍拍 好看吧 嘿 外公也学起来了 好可爱 开始拍之后呢 你要按这个这个键 又红的右边这个键 按三下 按些下 你就拍到拍我了 你就拍到背后的这个人了 相当于 哈哈哈哈 可以了 可以了 你现在你现在拍的是自己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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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按这个 先按红的就开始拍了 哎 开始拍之后呢 你要按这个键 按三下 哈哈哈哈 哎 热黑的 小东西有点难度 对啊 你就按按这个键啊 这样 哎 他就拍到我这来了 拍到了 哎 然后呢 一般你按这个就开始了 啊 开始了 然后结束也是按他 啊 就是 哎 这样 这就结束了 那要不我去看看 拍拍西西看 那你小声点 他就睡起来了 我这是一个爱学习的岳父 然后呢 看见我在拍呢 他也要跟着一起拍 No 他去拍西西了 我在看这个拍摄的机器 外公呢就过来 跟着我一块想学 然后我就教他了 我说你学这个干嘛呀 他说他要拍小孙女 我说好 你就拍吧 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小的这个拍摄的机器啊转了一下我拍了很多 老练了 一直在练习 运镜 哇 这模特步吧 晚上回来看的时候我才发现 呵 开始见忘了摁了 所以一下午 拍了个寂寞 哈哈 没拍到 啥都没拍到 哈哈 哈哈 我们去看看那个小家伙起来了没有 这冷水 起来了吗 哎呀 肚子 十点了 我们要下楼了 我女儿也爱赖床 很香 很香 都喜欢赖床 起来又好吃的快 这边还有面包快 起来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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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泡 哈哈哈哈 娘娘也是这样 对啊 早上好兮兮 早上好爸爸 睡懵了没有 嗯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嗯 三二一笑一个 我来拍 嗯 你要拍呀 你拿着我来 嗯 早上好 我是西西 嗯 你现在要去 我现在要去吃面包了 我现在要去吃面包了 拜拜 嗯 然后给妈妈说 妈妈我想你 妈妈我想你 我拜拜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晓成 今天呢 是我加入全职爸爸 互助会的第39天 同时呢 也是我们新家出状况的第一天 嗯 刚刚呢 我接到居委会的电话 说是 我们家有水渗出来 哦 老师 哦 不是吧 我赶紧跑过去一看 一开门 你能看到的所有的地方 这个地面上 都是水和脏东西 我们家刚装修完 哦 妈呀 这个主管道可能是堵了 现在呢 所有的家里 全部被楼上的脏东西给淹了 哎呀 接受不了 新房子的吗 门套 门框 所有的家具 沙发床 都被水泡了 我的木地板 全都被水泡了 哎 这么严重 对 非常严重 那你跟我说小问题 哈哈哈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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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着这个家已经完成了95%了 我就想着 找一个 我们两个的一个一个 有意义的时间 给它搬进去 哎 谁知道就在这两天 哎 全满了 哎呀 哎呀 小姐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 对不对 对 她就一直跟我说小问题 可能出了点小问题 要延后一点 但没跟我说 这么严重 嗯 那几天我就感觉她可能心情不太好 要崩溃了 确实 我其实看见刚才 霞姐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整个人都傻的 对 对吧 然后诚哥还这样 安慰她 其实我觉得校长你挺了不起的 因为这个过程 你霞都没有完全感觉到 只是有觉得你有一点点的不太对 对 但一般的人 我觉得可能真的早就已经大崩溃了 对 因为这个新家 它已经充满了太多的期待 是吧 对 那是一个把整个最佳的期待给冲灭了 我觉得这个是校长已经做得很棒了 哈哈哈 发心开心 哈哈哈 我们接下来要不接着看看吧 这中间 诚哥还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霞姐可能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看一看 喂 是乌越完 是 现在我们家有一个情况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那个水管堵上了 导致这个楼上楼下的这个污水排不下去 全都流到我们家来了 把我们家整个就给泡掉了 我们看你管道破损了吗 管道没有破损 但是你这个这个这个 你确实事情发生了 把我们家堵住了 怎么能叫管道没有破损 你们就不管呢 有东西 就管管道啊 管下面的周边的事啊 那对呀 那现在就是管 因为管道出了问题 所以导致了我们家被淹了呀 你物业不管吗 这是住户的问题 那你们如果平时更加主动的去寻查一下的话 我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呀 我不是第一时间出现问题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辛辛苦苦装了八个月的东西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 你打了电话就可以了吗 您明明没有把管道疏通导致我们家被淹了 你怎么能说你现在把这个事情 全推到我们业主的头上来呢 我真的要气死你 气死你 他这个态度也要拱火 真的不行 他不是他问题 他也要协调啊 我全家装的所有东西 我一天都没有住 桌子椅子门框全都泡了 那我这个费用怎么办呢 那这个我确实 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你再理解一下 物业费用来干嘛呢 对 白账 你可以去找楼上 楼上你挨拆过去找一找 我找楼上我说什么 每家楼上来赔偿我的损失吗 你肯定吗 这个人 我辛辛苦苦装了八个月的东西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 你打了电话就可以了吗 你这样一种老婆 我们开电机会告诉你啊 我无语行吗 我无语了 肯定生气了 我觉得他已经非常的态度好了 对对 诚哥态度包容了 我找我谁 好爸爸给你来倒水啊 我要去 你要去有什么用啊 跟他们去做 搞得好 来 哎呀 哎呀 转过头来还得和言细语啊 对 还得带孩子 还得处理这些事 好温柔于爸爸 要承担好多 我用 你有点憔悴啊 有点憔悴啊 哎呦 咱们装修那边 那边小房出点小问题 没事没事没事 我都处理好了 没关系 小问题 我都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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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 按照咱们原来想的那个时间 搬进去了 嗯 强颜欢笑 厉害吗 嗯 还好吧 我觉得 没啥 我就是得重新修整修整 小问题 放心 都在哥的掌控之中 嗯 放心 那我也不在呀 那 你不需要在 你把身体养好就行了 朋友 诚哥太贴心了 他真的是好好的 哇 哇 虾姐心疼了 嗯 本来就没啥大事 只是我跟你报告一下 给领导汇报一下 咱们的时间 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变化 所以呢 还得还得还得 委屈你几天啊 但是你放心 一切向好啊 就不要让家人担心 嗯 没事 时间 可不可合就过去了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嗯 好 拜拜 拜拜 我们先玩玩玩具 爸爸 啊 过来 我是 要爸爸一起玩卡片 这是什么 小汽车 它后面是什么 我们踩一踩是什么 公交车吗 不是 那是什么 这是飞机 飞机 这是什么飞机 这是什么飞机 Navy 这个叫Navy Navy Navy Red 对 哦 真好 嗯 都认识 海军蓝 海军蓝 是什么 海军蓝 对不对 嗯 Navy Blue Navy 其实这几天我在处理一堆的事情 然后呢 我感觉自己情绪有点失控 嗯 也没怎么陪 陪西西玩什么的 就是 哎呀 这会儿就想着 能赶紧陪西西玩一会儿 因为我不太希望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情绪 让影响到孩子 我一直觉得孩子嘛 还是希望他能够一直都开开心心的 其实他好焦虑哦 嗯 其实他好焦虑哦 很大的压力这个 很大的压力这个 来的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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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泼面啊 哇 油泼面 西安的味道哦 西行立马好了 立马开心了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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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今天怎么突然吃油泼面了 哎呀 这两天我跟你妈说你辛苦了 辛苦了 小达 哎呀 哦 哦 我刚刚给孝晨打电话 他心里有点难受 所以我就说 今天给他弄的油泼面 让他心情好一点呗 好的 对吧 吃到有家的味道呗 嗯 嗯 啊 知道了 我不说啊 好的 哎 谢谢爸 谢谢妈 好香啊 好香啊 你看小野都不知道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就是能感知自己老公不对 是 是吧 来来来我一定要给这个面一个超近镜头 哇 哇 哇 好想吃啊 哇 哇 太香了 妈呀 妈呀我太久太久太久没有吃过牛泼面 这么好久啊 嗯 谢谢也在吃这个面 哈哈 可以吃了 来 来 再来点 哇 哇 成哥吃得太香了 好想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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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羊碗今天 多吃一点 太香了 当把这把牛泼面放在我面前的时候 那一天的那些不好的情绪 全都化解在了狼吞虎咽吃面的这个过程中了 我觉得特别治愈啊 真的感觉自己一天的坏情绪都被治愈了 满电复合 对 对 对 嗯 嗯 我还有一点点吃 肯定做得非常正宗 太香了 我还说晚上要减肥呢 吃了这么多碳水 哈哈 不管了 有时候就想发现 对 就吃吧 吃多点 吃多点就开心 味道好不好 好吃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味 我们考虑到呢 他 可能呢 最近呢也比较辛苦 后来我们看了那个 呃一些 煮油泡面的过程 那么我们这个晚上 都是能要煮吗 那么我们学了 做 做来 做来他还可以 我自己感觉还可以 哇 自己擀面啊 货货也好好 这是不会的 嗯 他说怎么这么香今天 后来一看是油泡面 他说啊 哈哈 他也不知道我们会做油泡面 后来看到他说这么香 这么好吃吗 我们也开心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嗯 我们也开心 看到也开心 这个好文心哦 对对对 哈哈哈哈 那这一点小蛋你吃完 我吃完啊 哇 那我就拿大碗吃 哇 哈哈哈哈 太香了 嗯 哇 真的超级感动 因为我不知道整个过程 岳父在给我准备油泡面 而且呢 因为那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了 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与你为敌 真的我当时就是那种感受 好能读解他哦 嗯 那碗油泡面端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面好不好吃 真的已经不重要了 你能感受到家人的 在一起的这种 这种这种感觉 就是你觉得 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就就就就就很好 哈喽 嗨 嗨 你能看见我不 看不见你有给你打招呼吗 嗨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 终于见到你了 嗨 啊 心情好了 你开心了 真的 今天面好吃吗 特别香 我还给我妈拍了张照片呢 我说 我在上海有这待遇 上名做的 是不是有家的味道 嗯 是的 我一个人今天干了好多我 好久好久没吃面了 今天这碗面上来之后 我就突然就好像回到了 咱们在北京的时候 我还是不是给你做个这碗 时间过得真快 那会儿在北京的时候 八年前 九年前 现在 哑完了 你知道吗 对哟 然后看到这个面的时候 我就说辣不辣没关系 我就知道我想你辣 神经 谢谢 是不是漂亮 寿不及防 寿不及防 我受宠若惊 我今天是 这个 丈母娘给我甜蜜暴击第一集 晚上老婆给我甜蜜暴击第二集 我直接 你先说你幸不幸福 我幸福 今天我们的工作完成 拜拜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爸爸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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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说呗 霞姐为什么哭呀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 她不想让我去过多的去可能感受这个家的困难吧 所以她总是给我轻描淡写的说可能就发生一点点的意外 但是现实中其实是远超于我觉得是我能承受的这样一个心理 就是她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跟准备去为我们去可能装修一个新家 然后突然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她却在我面前表现得很轻描淡写 我觉得很心疼她吧 嗯 感动 你看霞姐难受的点是来自于不是说新家被烟了 她来自于说我的老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在里面的这个东西没有了 诚哥你哭的点是哪里 呃 是我没想到丈母娘能端出一碗油泼面来 因为其实那天压力很大 你在视频里看见面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但在回看的时候 是其实就是有时候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不懂得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 其实我是觉得男生的感情可能会更来的慢一点 它更滞后一些 它反应的可能没有那么快 当时当下马上就很很澎湃的这个情绪就出来了 我需要有一些时间去消化这里面的感情 哎呀 好温暖啊 其实我很庆幸我的老公是个气货 就是他心情的不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美食就是能让他开心一些 这也就是我觉得我能够很好的掌握他的一个情绪的 哦真的好红哎 get到这个点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扛不住的时候 家人或伴侣给过一些很不一样的支持 让你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了 我是有一段时间带娃的时候有点不开心 因为我的大女儿一直欺负我嘛啊 对 然后就觉得哎我怎么一个孩子我都搞不定的嗯就觉得很自己很弱哎就想到他的妈妈哦我就把孩子放到他妈妈的家里待了几天 然后到那个孩子还给我的时候就变得特别乖 哦而且还爱吃蔬菜啊就是各种就是调整好了 我妈帮我们带了两个娃仪一个月然后回来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小孩 哦很乖 军训嘛 军训 军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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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来威臣你这边有吗 我是想说男生和女生的状态不一样是 男生即便是遇到扛不过去的事我觉得他也很难去扛 表达出来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男生是这个家里面的主心骨 嗯就如果你主心骨三天两头扛不住的话不行啊对啊 你再大的事你也得扛这是你要你要学习的 是 为什么像诚哥说的很质疑 因为像一些气味啊食物啊触感啊嗯其实是刻在我们DNA里的嗯 而且又是老丈人和丈母娘把你刻在DNA里的食物在你 遇到问题焦虑的时候端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你肯定是会非常动容和温暖的 我觉得这是家的力量嗯对我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我有一天很难受很很不开心很焦虑的时候我回家 如果能够跟家人吃一碗热腾腾的饭我觉得就就很治愈了嗯 是的 反正有一个场景我很感动就是诚哥我觉得作为全职爸爸这个节目他在当爸爸这件事上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就在于他打完那个糟心的电话就我当时都我的火冒三丈的时候孩子叫了他一声他马上哎 他想喝水啊好爸爸给你来倒水啊 对对对对他马上过来的那个表情以及语气还有所有东西哇我一下子觉得诚哥真的是好爸爸真的是很棒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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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其实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下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是人都有情绪 那我觉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要宣泄出来嗯 因为你会发现压抑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好处嗯 有的时候只能会让你的内心可能会更多的一些不满宣泄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在职场上受挫那他不好宣泄出来可能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的耐心就没那么好嗯 所以我觉得校长这个装修的事虽然是一件糟心的事 但我觉得该哭就这个点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即便是面对这么糟心的事 可是在面对孩子教育的问题还是很耐心的在跟这个西西在讲话 我都觉得以后再遇到任何的事情对于你来讲都不是问题了 对对对 接下来就是各位观察员你们投票的时间了 来我们一次来啊安娜 好难 这难今天真的难因为我都能看到进步成长 这啊 当做不出选择的时候就投给自己吧 真做不出选择今天 来 看 我投给程哥 笑程哥 他的那个压抑住那种不满意 他自己一个人承担默默地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跟笨很像笨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双向奔赴了 所以我觉得就一定要投给程哥这件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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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爱哭 然后但是我刚才看那一段的时候我也有感动 因为我感觉我有点像女版的程哥 就是我真的有的时候有有不想把那种不好的 比如说遇到难事啊喜欢自己去扛下来 没有那种 我们今天张老师在那儿 那就投给程哥话不多说 好吗 谢谢 我觉得今天还是要给程哥 对 你是啊 鼓励程哥要加油 就留留在这儿吧 留在这儿 我觉得我这次也会投给爸爸吧 因为就确实很心疼他 但是我觉得他另一点让我很感动是他在孩子的面前 依然能够跟孩子很乐观积极地去跟他沟通 我现在恢复好了也回到家里了 就是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去承担跟分担 这才是夫妻啊 怎么是 我想要投给程哥 因为程哥承受了一个爸爸不应该承受 所以我觉得应该再好好跟物业和邻居好好沟通一下 把这事赶紧解决了 是是是 加油加油 谢谢 我们接下来有请嬷嬷来为程哥送上流动红旗 来了嬷嬷 哇 哇 哇 谢谢 谢谢 我带你先挂在这儿啊 哦 哇 谢谢 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其实在我心中的爸爸就是应该撑起一个家的 就是只要是跟这个家相关的所有的事儿 其实都是爸爸应该去承担或者去管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 继续加油 接下来得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其实今天这一期都非常的感慨 从这个校成的我们说处事不经 还有呢我们所说的这种最后那晚就是我们讲真情流露 你真的是做到了很多爸爸可能做不到的点 今天奔吧呢我也依然还是有那么非常足够的耐心 然后教孩子做家务 当然家务这件事情 接下来一样带着淼淼一起做 嗯 配豪这边不用说了我觉得更是让我感慨 像之前可能没有办法跨越 这一次真的是有一个质的飞越 那肖杰其实一如既往的让我觉得很搞笑 然后又觉得你真的用心了 但是我最后给一个小建议 就是允儿在乱涂鸦的时候 下次可以试试看 每次给她一张纸画完了之后就给她挂起来 家里面有一面展示墙 让她知道说我所有在纸上的作品是可以当成 对被所有人来这个观赏的 所以她慢慢地就会从乱涂乱画上 开始过渡到纸上了 总体来讲几位爸爸我还是一样 鼓励鼓励都非常棒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针对本期爸爸的表现 你觉得谁的表现最好呢 微博搜索爸爸当家 给这位爸爸送上小红旗吧 小红旗排名最末的这一位 将会得到惩罚哦 爸爸当家尽量让妈妈轻松一下 那么接下来爸爸还会经历什么样子的考验呢 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们下期全职爸爸互助会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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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一次那个 真把他们附换的身份吗 那我没有附换 真的我想看内容吗 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 你叫我爸爸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孩子要优雅 哈哈哈 你还是这么走的吗 这个是大钱 这个是小钱 两个小钱换一个大钱 这个是财商教育 我们可以做一个爱妈妈的协议 哇 妈妈 妈妈 小朋友是肯定喜欢的 明天他要走了吗 哇 哇 等于重新来了 东西也难费 呃 2700块人民币一个小时 这么贵吗 一定的话就是50万吧 啥 今天我们就做一些 这么多 好不好 不要 好不好 不要 把这个做好了 不要拍了 我有什么吗 两边都冒火了 第一次看见Ben这样 嗯 被记得了 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特别鸣谢 新浪育儿 微博电视团 微博新知 首席合作新闻媒体 新浪新闻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谈新社 短视频互动平台 抖音 指定问答社区 知乎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 苗董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特别合作媒体 中国家庭报 新闻客户端合作 一点资讯 ZAKER 特别合作 WiFi万能钥匙 百度输入法 YY直播 智行 木鸟民宿 合作媒体 独立于电影 科学家庭育儿 媒体支持 婚姻与家庭杂志 今日女报 中国新闻网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国际在线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360娱乐 红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